1952年,朝鲜战争已经进入阵地防御阶段 志愿军中的冷枪冷炮运动正火热开展 唐章宏看着步兵战友天天打火把 尤其是自己炮阵所在的537.7高地北山 由于战果累累,被敌人送来了狙击兵领的荣誉称号 这让他眼热得不行,也想着上阵去打一打,解解馋 立功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5月的一天,班长带着唐章宏、贾智培和谭星国四人 利用夜色掩护,悄悄地前往448高地东侧的一个拐角处 在一棵大松树下架好了炮,打算用直接瞄准的方式轰击敌人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几人的行踪在一开始就被敌人发现了 这棵松树又成为了敌人坦克和无后坐力炮的最好参照物 因此,四人刚发出一炮,敌人密集的炮火便将他们埋进了土里 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得以撤退 但贾智培、谭星国两人在向后方转移的过程中 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为伤一敌,战友却不幸牺牲 如此憋屈的战绩让唐章宏难以释怀 在返回后方后,唐章宏和战友们在指导员鼓励下 将这次失败的出击一条一条减点一件一件落实 这些经验,最后在战友的帮助下 提炼完善成了这样一句顺口溜 深入前沿,甲明真案,流动多变 四打四不打,三块两准,一张一尺 其中,三块两准,指确定朱元要快 架炮要快,瞄准要快 两准,测定距离要准,方位标定要准 四打四不打,指敌人前沿阵地一般不打 敌人纵身目标,打 单个活动的敌人不打,多个敌人打 情况不明不打,情况清楚打 没有把握不打,有了把握,打 一张一尺,指时间地点灵活多变 有张有尺,让敌人抓不住规律 而在掌握这些经验后 唐张红从此浴火重生,开始蜕变 终于逐渐展露出一代炮神的风采 不久后,他又一次和班长弹药手一同 在扶晓前进入四四八高地东侧 打算一雪前尺 天亮后,唐张红计算好射击珠源 一发炮弹呼啸而出,正中目标 突然飞来的炮弹,令敌人做鸟兽散 不久后,敌人的报复炮火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 但全砸到了唐张红事先准备的假镇地上 此时唐张红小队正在防炮洞内 悠哉悠哉地啃着美国罐头和压缩饼干 欣赏着这场近距离的烟花表演 这次出击,虽然只击毙两名敌人 却给唐张红带来了无穷的信心 在随后的作战中越战越勇 打出了令人震惊的战绩 在当时,志愿军中针对炮兵 提出了三百方针 几亿人在一百天内用一百发炮弹消灭一百个敌人 这样苛刻的要求即使对军中精英而言 也是难于登天 然而,唐张红在六十五天内作战四十余次 用弹七十三发击毙一百零一人 成为志愿军炮兵部队中 实现三百方针第一人 需要说明的是 在汇报人数时一般向下取整 例如击杀十余人 就只汇报十人 且只计算被抬走的敌人 所以唐张红的战绩货真价实 甚至只多不少